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迭代器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几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迭代器模式的概念解读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迭代器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呢我们用代码实战的方式对迭代器模式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迭代器模式呢其实在我们平时开发的过程中 已经被我们默默的使用了 当我们去便利于这样一个书主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其实使用上了迭代器模式 但是呢这节课我们还是要对迭代器模式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以及用我们一个代码实战的方式 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什么是迭代器模式 来看一下迭代器模式的概念解读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时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和拟物化的方式 对迭代器模式进行一个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迭代器模式这样一个文字解读 迭代器模式提供一种方法顺序访问一个聚合对象中的各种元素 而又不需要暴露该方法中的内部表示 这样一句话呢可能同学们看起来比较晦涩 那么其实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我们生活中比较理解的意思 就是说呢我们当去把一个物体的某一个细节 我们都需要把它抠出来的时候 那么呢我们不需要知道里面具体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去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我们生活中我们吃西瓜 那西瓜中呢有很多西瓜籽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需要把它吃完不想噎到我们 我们把所有的西瓜籽都拨出来 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器 那么这个机器呢替我们去剥离这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care这样一个西瓜里面 到底有多少这样西瓜籽来妨碍我们 那么其实我们在用recare的时候 recare中有个义取 那么此函数呢就是应用了迭代器模式 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实现这样一个迭代器模式 来帮助我们去运转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这种存你物化的方式进行解读 首先呢我们拿出两张图片 这一张是一个齿轮带中链条在运动的一张图片 那么想让它运动 我们得需要一个发动机带它运转 我们这个是完全解读了迭代器模式 因为每一个齿轮都得需要跟我们的链条进行咬紧 每一个齿轮上的链条都需要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齿轮 那么我们为了把所有链条全部都便利一下 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发动机去带我们去运转 但是呢只要把这样一个齿轮套到我们发动机这样一个头上 那么发动机里面具体是怎么运转的 我们是不需要care的 但是这样一个发动机带动了齿轮 我们能把整个一个链条上所有的关节全部能便利一遍 我们能拿到这个链条上所有的这种小关节 甚至呢我们可以让程序去控制去去掉其中几个关节 然后呢我们再把剩下的关节合并 总之一句话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能帮助我们去提供这样一种顺序访问 大家想想链条在运转的时候是不是按照顺序的方法进行访问呢 因为这种链条只有顺势针旋转或者逆势针旋转 只有这样两种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挨着一个的这样去聚合的各种元素 因为每一个这种链条 那么每一个像我们自行车这样车链一样 每一个都是相互连接的 而又不暴露该对象内部中的表示 就是我们不用告诉你这个车主 或者说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生产工人 我一个链条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小链条 我有这样一个工具 我有这样一个运转的环境 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小链条的关节全部都便利一遍 好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个迭代器模式的概念解读 用文字化的方式和拟物化的方式分别进行了解读 大家一定要把这种设计模式转换成生活中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用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呢在实际的项目中里面 能让我们对整个这样的一个模式理解的比较深 我们来学习一下迭代器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迭代器模式有哪些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它是为了便利不同的集合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 从而支持同样的算法 在不同的集合结构上可以进行操作 这个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上几课用这种链条的形式来解读了一下 那么这个链条呢 有自行车的链条 然后呢有这种坦克的链条 有发动机的链条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车的链条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这个发动机不需要去Tier Care 你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我只要能提供旋转这样一个方法 能让你每一个链条的关节 都从我在这样的一个齿轮上过 那么这样一个统一的算法就OK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对于集合内部结果常常变化各一 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们刚才是以链条 那么如果真的把它转换到我们JavaScript里边呢 那么它会变成的是什么 它会变成的是宿主Object 那么对于宿主跟Object呢 我们无法去控制人家内部结构如何发生变化 但是呢我们不想暴露其内部结构的话 就说不需要跟你说我这个宿主里边有什么 比如说我生没个宿主 我告诉你里边有123 那么你自然就能拿A0 A1 A2 A3 这样把我的宿主取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内部变化的非常大 那么我又不想跟你暴露内部结构的话 但又影响让我们这个客户端能透明的访问你这个子元素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迭代器模式 然后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让你当前这样的一个迭代器模式 发挥一个最大的效果 我们虽然看见你了有很多变化 但是呢整个的一个变化 不影响我当前一个发动机的一个转动 我能拿到你当前内部的所有的子关节的东西 那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是一般的迭代器模式 我们至少要做两个方法 一个是HasNest 一个是Nest 这样呢才能做到便利所有的对象 HasNest呢就是看一下当前 你运转到当前的时候 有没有下一个链条了 那Nest呢就是直接取下一个链条对应的东西 那么HasNest跟Nest的配合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对象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便利出来 那么第二点呢 便利的同时更改迭代器所在集合结构 可能会导致问题 比如说如果有同学cash up csharp 那么在csharp里的for each呢 是不允许你同时修改这个item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往专业的这个程序上转一转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for var i 等于0 i小于我们宿主的长度 i++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到我们当前这个宿主的值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啊我们在这个里边 可能要改变宿主的值就会引起一些相应的问题 比如说人原来的值呢 不想让你改变 在这个asmus q5.1里边 我们可以对object提供一个freezy 冻结的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让当前这样一个对象不允许别人修改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在你循环的时候想去改变它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这样的问题发生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配合一下当前这样一个has nest 拿到当前这样有nest的时候呢 把nest的一些属性暴露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去一些作为配合 那么其实了 整个一个迭代器模式呢 同学们要把它真正的融入到心里边 你只要理解一个 就是呢 整个一个便利的方法不变 然后呢 我能拿到你当前对象的索引 和你当前对象的值 这样呢 其实就是一个实现完整便利器的一个接口 那么迭代器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便利器 那么迭代器如果说你按土方法理解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便利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便利的过程中呢 那么外边的对象无需怎样改变 只要你能把当前的索引跟值拿出来就OK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用代码实战的方式 到底讲一下迭代器模式该如何的实现 迭代器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 然后呢 我们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atml 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放到我们的桌面 我们在这里边建立一顿square标签 然后呢 我们来书写一下迭代器模式 那么刚才老师说了 那么迭代器模式呢 它是为了处理当前这样一个对象 那我们在此时呢 就声明一个宿主 这样一个简单的宿主呢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这个宿主里边有三个值 那么就是123 那我们如果说拿到这几个值呢 我们刚才说了 那么一个迭代器 最少有两个方法 好 老师就在这里边直接写上迭代 那么我们让它等于一个什么faction 好 我们这个faction呢 我们在里边呢 首先要拿到两个值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第一个就是当前一个宿主的长度 那么我们直接拿到arr.s 好 那么这个是宿主的长度 我们再需要拿到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硕立的一个index锁引 那么有了这个index锁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锁引进行操作 那么下边如果是想让它直接能操作 我们直接return这样一个object回去 然后呢 直接点我们迭代里边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边定义两个方法 一个是has next 然后呢 我们让它等于一个faction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nest 再让它等于一个faction 好 我们让这两个值呢 依次的这样等下去 那么has next跟nest呢 是相互配合的 好那怎么看这个has next呢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boer值 这个boer值就是当前你这个锁引 是否小于less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拿到当前这个值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值叫做什么date 然后这个date等于arr. 当前我们所定义这样一个index ok 当前这个index进行加1 好 我们来格式化一下这个代码 为什么要对它加1呢 因为它是nest 我们下一次再去掉nest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拿到了当前对应的下一个nest的值 ok 那当我们拿到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把这个date直接给返回回去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能拿到这个值了 同学们现在想想 我怎么去便利它 我是不是直接通过while while的话 我这个当前我这个迭代器 好 我这里边如果has next 如果还有的话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我就console.log当前这个 谁啊 迭代器的一个nest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一个执行效果 我们把它在我们的sublamp进行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们在chrome里面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那这里边呢 报了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说呢 你当前这一个函数 没有这样的一个迭代 is not a faction 为什么is not a faction呢 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 ok 那么我这个是不是没有执行啊 那么同学们 我想让它不当做faction执行 那我可以在这里边加一个 自执行函数 那么自执行之后呢 我当前这个对象 自然等于这个object 那么一二三 这样呢 我这样的一个对象里边 所有东西全部被迭代出来了 那么如果说啊 你在里边再想加一些特殊的 怎么办呢 你甚至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reset ok 那么这个reset怎么办呢 那让你当前的这个index 直接等于谁啊 index直接等于零 那么呢 你还可以对你当前的值呢 进行一些增删改查 那么总之呢 人家不想给你暴露里边内容的时候 你要提供这样一个统一的方法 来进行测试 比如说这里边人家换了 第一个是test 第二个呢是2 那么第三个是3 然后里边呢 可能再加一些gogo这样的东西 那么如果说啊 你去在sgbally的去取人最后一个东西 那可能取不到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迭代器的模式 来取到了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个里边呢 同学们平时呢 在用嘴块的时候 那么嘴块呢 有个方法 就是一取 那我们直接用arr 那么怎么样 可以拿到当前的一个faction ok 然后呢 faction里边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index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v6值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console log 对应这样的一个index 我们也可以console log这样的一个v6 那么这个模式呢 其实就是一个迭代器的模式 好 那我们就把代码实战的方式呢 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ppt 那么最后呢 这本套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迭代器模式的很多概念 宁当掌握了一下知识 首先知道什么是迭代器模式 然后呢 要掌握迭代器模式的作用 和相关的一个使用事项 那么最后 我们要掌握这种迭代器模式的代码编写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呢 来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你可以在极客学院 学习java screen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解课的迭代器模式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